請進管會曾主委 請曾主委 喂好 曾主委 是 我們本屆立議院是101年的2月1號上任喔 所以請教你101年的3月15號 你那時候是擔任什麼職務啊 101年 3月15號就大約三年前啊 跟委員報告那時候在財政部當次長 是的 所以101年的3月15號 行政院會第290次 你應該知道這個內容 那一次就是要討論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擬聚的金融機構合併法 是 修正草案 而且本來要請轉立法院審議 就要經過院會之後要上到本月來審議 是 最後的結論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要請行政院會做成決議 請政務委員審查之後再議 是 那這個政務委員 在議當時的行政院院長陳聰就指示 財事交由當時的政務委員管中民審查 那你知道管中民政務委員後來審查的內容跟結果是什麼 你記不記得 不記得 不記得 所以 像你當時財政部次長這個 因為涉及到租稅優惠 跟你們也有很大的關係 那你今天又是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這個我提醒你 管中民 政務委員當時審查之後的結論 他有開過一個公聽會 齁 然後有請金管會檢報金融機關機構合併法的修正查案之後 他認為時機不移 以租稅又會鼓勵金融機構合併 所以他認為暫緩實施啊 是 所以到現在就都還沒有送來 當時的金管會喔 三年前金管會提案修正的修法內容喔 跟今天我們羅釗偉提的案 大致上是大同小異的 是 那我現在就要請問你幾個問題 你去年4月2號 在本委員會打選的時候 你也提到說 金融機構合併法 近期將送金融機構合併法到我們的 啊 財委會來 到現在將近一年啊 你的金融機構合併 修正合併法的修正查案現在在哪裡啊 跟委員報告 現在由銀行機在演繹當中 所以 今天這個版本不是你們的版本 是 怎麼有人講說這個版本 羅釗偉的版本 跟工會的版本大同小異 跟你們的版本也是大同小異 所以你們不想負責 就由委員來提案 不是這樣 不是 不是 因為 我們一直在評估 什麼時候要提出金融機構合併法 那我們評估的過程當中 因為是主要是 金融機構合併法有提到 假設現行法令規定 本法也就是金融機構合併法 規定不清楚 可以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了 所以我們在演繹過程當中 目前的到底有沒有自愛之處 所以我們就是為什麼沒有急著 照理來講 你既然覺得說有自愛之處 會不會有自愛之處 還需要在銀行局還要再研修 那你對於今天 財委會已經打壓著上架 把這個牌上議程 你不打算提行政院的版本嗎 呃 因為 我們還在演繹啦 所以你對這個態度是怎麼樣 你是希望有一個行政院的版本來 在並案審查呢 還是今天委員會審查之後 結果你就算了 就接受了 基本上 我們假設是委員的提案 假設委員的提案 那對整個產業的發展 是有幫助的 基本上我們也贊成 你這個態度 主委 雖然你不是研究憲法的 你跟憲法不同 我覺得你們 行政官員到底心目中 把這個憲法的這個位 責任政治到底放到哪裡去 這是我在這個地方 一直常常在問的問題 你想想看 為什麼我們要設計個程序 經過行政機關的提案 經行政院院會通過之後 再送到立法院來審查 為什麼我們的 原來的立法機構 立法是要這樣設計 到了去年的11月29號 因為選舉勢力 現在國民黨黨團 他要求 重要的法案 要經過國民黨黨團的同意之後 你們才可以送到行政院院會去 那行政院會通過之後 才到立法院來 現在問題就是在這裡 國家的行政決策 到底是行政機關在做 還是執政黨的立法院 的立法委員在做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啊 謝謝委員的指教 沒有錯 我非常支持 非常敬重委員剛剛提到 有關憲法層次的問題 但是實務上硬作 實務上硬作沒有錯 正常的話應該是由 今晚會提一個修正草案 經過立法院以後 送到大院來審查 這非常謝謝委員的指教 但是實務上 我知道你要怎麼回答 因為毛治國也是跟你一樣的回答方法嘛 兩手一他沒有辦法 實務上的操作是這樣 但是這裡面衍生了一個 涉及到最嚴重的問題是 當這個法案將來在立法院通過了 夾著多數黨的優勢通過了 將來法案在社會上 實施自愛難行的時候 到底是誰該負責任 這就是所謂責任政治的問題 到時候行政機關說 對不起這個決策不是我們做的 這不是行政院的提案 我們行政機關沒有經過研議 立法院強行給我們通過 我們不得已接受了 今天你看吧 立法院擺爛 自愛難行啊 稍微大量反彈啊 你去找立法委員啊 立法委員是躲在多數決背後 行政為什麼是首長制 民意機關為什麼是合議制 他這個設計有他的理由 有他的憲政上的原因啊 行政制要首長制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最後如果做錯了 要有人負行政責任嘛 要有人拍板定案嘛 那你們現在講法說 礙於制度 礙於實際的運作 我還是要問這個問題 就你所知 目前的行政院 到底有沒有決策權 當然有 那如果有決策權你們要送法案 到行政院會要先進過國民黨的黨團耶 所以你們有決策權 然後國民黨黨團有太上決策權 是這樣嗎 呃 基根委報告啦 行政權 有行政權的 決策權的部分 好那我就問你今天這個問題就好了 把問題說到最小 今天你們要審這個金融監督機構的這個 合併法 行政院沒有版本 今天是羅招偉的版本 行政院沒有對案 假設今天在委員會最後的決議是 通過無需學商 進送院會 院會在兩個月之後把你酸毒通過 將來這個法律 萬一社會有反彈 有所不足的時候 請問是立法院負責任呢 還是行政院負責任 還是行政院的金管會要負責任 呃 跟委員報告 假設 基本上先講前提 前提基本上我們 這一次的條文有 非常慎重的審視過 基本上 不會有太多爭議的 我現在是問你憲政的問題 我們讀法律人是基地嘛 你今天 金融機構合併法 可能你說很周延很完整 你覺得可以這樣幹 問題是在這個地方 不會永遠只有審一個法案 將來還會有很多的法案進來 每一個法案都用這樣的模式在進行 行政機關就隱形了 你們的決策權隱形之後 你們就不負政治責任了 所以我常常在講 馬一九政府這些年來 為什麼會被這麼社會詬病 因為行政機關隱藏責任 立法機關放棄監督 簡單來講就是行政跟立法都在擺爛 跟委員報告 回答您剛剛的前面那個問題 因為今天假設如同您講的那種情況 我們今天也來報告啦 也參與協商啦 萬一真的有外界晚談 金管會當然也要負責任 那你就勇敢的承認說這就是你們的版本嘛 那到底今天審查完畢的就是你們行政院的版本 是不是 那倒不是 那你們行政院沒有版本怎麼負責任呢 但是至少我們今天接受 我們來做報告也參與協商 我想我沒有參與相關的一部分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今天在這個地方喔 雖然非常多都是財經專業啦 但是我就以法律人的角度要跟你提醒 其實就憲法制度的設計 行政是首長制 國會立法院是合議制 他們所分別在憲法上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樣的 當你一個重道的法案 行政機關常常以這樣的態度 我講的不是只有這裡的 經濟委員會也是 那個兩岸這個什麼經濟示範區 自由經濟區示範條例 也沒有版本 行政院的版本撤回之後 叫國民黨的黨團提一個版本出來 我就也是在問這個問題也是無解啊 那這個版本到底誰要負責任啊 你今天這樣講我是敬佩你的勇氣 但是其實整個事情的看下來的結果 不是你一個人可以承擔的 因為社會上最後的解讀會跟說 這不是行政院的版本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強烈建議 你們要趕快提版本 今天如果就算大家沒有意見 我認為民進黨團也要求要政黨協商 不能夠這樣子的方式就通過了 這個方式如果通過的話 對於行政機關 對立法權 對中華民國憲法 都會是很大的傷害 謝謝 謝謝文綺教 謝謝二位 謝謝文綺教 謝謝文綺教 謝謝文綺教